中文字幕志愿者 answers 融点灵的关系 像情侶的关系吧 有一点感恩的心态 就是我在接触电影以前 是不自信的嘛 得不到认可的嘛 学习差嘛 接触了以后 好像有不少人觉得 你还能拍点东西 人生有点价值 但是就造成一种幻象 就是最早做学生短片嘛 一直到后来做片子 还是以学生片的状态在做 一个班 就是拍片的一个所谓班底 也就几个人花几万块钱 在很多人看来 他认为你不过是一个玩DV的人嘛 在我看来也是这样啊 后来很巧的原因是 从第一部片子开始 就拿一些奖一个奖金嘛 那些奖金就够生活了嘛 那里消费低嘛 也够拿来拍片嘛 所以是很偶然的呀 这样一个两个三个 都是这样下来的 比如说我申请路透单 那几乎是百分之百能种 当时给我很融洽的感觉 一个社会就是以大家庭的单位 有很多 他们看来非常普通的 一直在发生的行为 但是在我看来是 非常非常特别的 刺激性的 因为这些刺激性 所以才让我对这个城市 有很强的那种 关心或者说投入 极端的例子就是涨水了 包括到处都是化工厂的 那其他的一些 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 它的刺激的程度 不亚于可能涨水啊等等 这些刺激来说 是创作需要的 而这些东西在上海 或者其他城市 我很难 很难很难 各种原因很难去感受 是那个片子拍的是房地产 一年之间房地产业就 把那个城市吹起来了 就是非常极端嘛 我看到 那个熟悉的地方 有那么多高楼啊 然后宝钢牌啊 然后写的都是很夸张的话 你这种强烈的夸张的感觉 我必须在片子里面 有所传递 找一个形象 那么乐队音乐 这个东西 它比较戏剧化嘛 出现的话 它里面有风险嘛 就是你用了这样一种方式 它一定会带来 比如说难理解或者习引等等 但是值得去做嘛 我在拍长片之前的十几部短片 其实都是拍错的 一个三十分钟的东西 像是一个片画 或者是一个压缩板的长片 到0809年的时候 我想啊呀 既然我犯了那么多错 我能不能实施一下 在我已经拍长片 拍得很累的情况下 以一种更好的健康的心态 去尝试一些短片呢 那么拍了三部 就是慰问还是满意 其实我一直不想拍 我觉得拍片越拍越孤独 而且觉得这个事是真的 拍长片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部分是采访 找很多当事我们去做 对我来说很难做下去 因为我之前都是拍 所谓虚构的东西 当我面对真人的时候 去听到他们去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恐怖 而且再一次说明 我进行虚构的所有的内容 都是没有生活那么有想象力的 离开创作有各种原因 原因是对于创作失望 拍的东西 它好像跟我所感兴趣的人 和愿意投入感情的生活 比如说自贡 没关联 可能是因为我和 就是那种比较工业化团体的 或者说进行操作性的剧情片的类型不一样吧 那些人都是具体鲜活呀 那拍片的前后 跟他们的生活观念非常大 还有那个地方 整个城市就是我所谓片场 就是电影都会变成生活 那就太庞大 就是那个电影会太强势 我就在09年前后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透口气 因为前面的那些 引起了我的孤独感 那我需要去接触更多人 电影而已 或者说生活而已 或者说吃饭睡觉而已 是一种快乐的态度 尽兴努努力的去做游戏吧 这种快乐的态度的基础是 环境是不理想的 那我们必须回应 从新民间听话交流展合作的项目 所以我把他时间交给我们的交流总监 银亮 主要就介绍训练营内容吧 我们设立的是一个全免费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进一步 来的学生都很好 因为我们这个训练营 招的学生都是有一定基础的 那个影展呢 我希望他不仅单纯的是放电影 而是对创作有所触动 那么办一个教学项目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具体行为嘛 那么正好杭州影展 跟我们之间有关联嘛 最早是我们的巡展嘛 然后我就观察到 比较有趣的地方 他会经常找那些 有教学背景的导演做讲座 那个善佐隆和赵瑜就很认同我的说法 说那既然是教学功能的话 我们就发展吧 艺术行动就是电影只是那么小的一个东西 那生活更广阔嘛 你在那个广泛的环境里面 有所回应才更重要 然后你作为一个做电影的人 那你把你电影做好很重要 同时你如果不陷入 把眼光紧紧放在艺术环境当中 那才是一个更好的艺术行为嘛 看到丈夫在身边 到肯定是个闷 肯定是个闷 但是呢 发现丈夫的 身质器呢 失质的 他伸手去摸 一滩水 是惊艳 镜头摇到丈夫的脸 丈夫的脸上 露出了那个小的脸 是个女生 还帮他老公编的 把老公编的剧 然后他老公拍的 这个事情也未必云叶能办第二次 要努力一年看 所以我是悲观的 但是我很努力 一秒 上面写的苏家银 一秒 十分十分十五块 三秒 二十树 三眼 甚至完 三眼 三脑 三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